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李敏旺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報》 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病經濟 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就不是放在《芒向編輯部》的 就是放在《正向報》的《正健康環節》 我們的資料搜集都是嚴謹的 這些也是在國內的醫療網站搜集回來的 不同的醫療網站搜集回來的資料 這一節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個都很普遍的 現在在國內都很普遍的問題 其實在香港都很普遍的 就是女子的卵巢祖衰 其實在30至40歲之間的女性 每100個人裡面就有一個會有卵巢祖衰 卵巢祖衰就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兩個月都沒有月經 那這件事就很不幸的 就是一個27歲的女生 女人應該是因為她結婚了 她都沒有想過的 30歲都不到 就有更年期的病徵 實際上在這個社會競爭激烈生活節奏化壓力又大 因為年輕女性有這種病不是少數的 那我以前認識一些女同學 就是竟然考試的時候 有些是會緊張到 那你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我知道就是知道了 這些 那為什麼會知道卵巢祖衰 這位27歲的女士 叫她做小魚 或者叫她小魚 叫她小魚 小魚就很慘了 她做過很多檢測 然後發現了她的卵巢 她有一種叫做絕經改變的東西 那這種病就是沒有辦法逆轉的 那就是停經 或者叫絕經 就是50歲左右更年期女性的生理狀態 但是 魚仔只有20歲 27歲 為什麼 姨媽就不來探她呢 原來呢 她是沒有遺傳問題的 就是她媽媽啊 姐姐啊 是正常的喔 阿魚仔的問題呢 就是經過醫生的調查之後 原來是後天的 那原來這幾年呢 阿魚仔跟她老公呢 感情不對 整天搞到阿魚仔呢 就情緒低落 一落了 失眠焦慮的那些問題 那長期感情不好 就是跟老公感情不對 那就令到她的健康呢 就出現紅燈 那三年前 其實她只有24歲 阿魚仔已經出現了問題 就是那個驚奇延長 那個驚量減少 就倒汗了 那個人 和心煩氣燥這樣 那其實她經常都去 找醫生醫 當然 但是找醫生醫是沒有用的 她就不聽醫生說 醫生叫她吃藥 她又不吃 按規律服用指定的藥物 當然是 那兩年前阿魚仔呢 就已經停經了 那就是 這種 40歲之前出現的 性善功能 減退呢 她的表現就是 計法性閉經 不人 和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就會出汗 和失眠 那記憶力呢 都會減退的 這些就是 停經的徵狀 那麼 雖然呢 這件事情 和個人的體質有關 但是 個人的情緒 飲食 和 奴日這些因素 都會有極大的影響 的 情治失調 就是 和老公那些感情不好 啊 經常吵架啊 其實呢 就很容易令到一個女人有病的 如果每個女性呢 都是 生活在一個有愛的環境下面呢 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 和舒暢的心情呢 她身體都會好些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不要這麼極端啊 你聽了那些極端的事情 對自己都沒有好處的 自己搞到自己的精神 不斷崩繃 喜歡罵人 喂大哥 不行啊這樣 長期 長期是這樣 社會是會爛的 因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 你這個社會的極端人 太多呢 是人人都沒有運行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這麼說的 試想一下 天天心浮氣躁的 青筋暴煙 咬牙切齒的 身體怎麼會好呢 是啊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的一件事 就是 社會上面的爭拗是要少些 就是大家做一些 拼經濟的東西找一下吃 就是你不要給那些 製造爭拗的人找到吃 你製造爭拗的人 現在是找到吃的 在香港是 是越來越找到的 因為他什麼都拿來搞爭拗出來 就是建的那些綠色殯葬設施 都要爭拗一下 有時候 很小事其實這些說真的 又要爭拗一頓 又要罵一下政府 個個都要辦一下做事的議員 政府做事不對的 規劃了10年不行的 還有就要把那些責任 就放在一些稻草人上面 全部都是你們有份經手的那些人 建制派的那些議員 前特首那些全部有份經手 你就把這些東西 放在一個稻草人上 是曲街陳肇始搞出來的了 這樣 你挑起這些仇恨 好老實講 是令到社會很不健康的嘛 就是你那個情緒 和那個心情 就是被這些東西影響到 你如果放開一些 看看其實這些好小事而已 都不是生命的全部好小事 越聽越激動 越聽越討厭社會 越聽越討厭政府 你又離不開這個地方 其實你是很痛苦的 其實這一套東西 之前的操作就是那些民主派那些人那裡 他不斷胡亂罵 罵到你覺得 你在這個地方是沒有運行的 現在他就對了 罵到你個個都在腦裡面 都不開心的 跟著就開始賣一些希望給你 賣什麼希望給你 叫你移民 好啦 你在這裡沒有希望嘛 去BNO祖國你就有希望的了 那你這裡的東西你買了給我 鑑平鑑次賣給我 跟著就去BNO祖國買一些好東西啦 你看現在的報紙那些操作 九成都是這樣的 裡面那些廣告 全都是說去哪裡移民啊 去出征去BNO祖國 向BNO祖國出發了 沒錯 就是有些情況下 你有某些人是會成功的 但絕大部分 去了外國生活的人 我告訴大家 很多都是回流的 你看看香港有多少 在外國回流的人 你就知道的了 因為呢 很多人呢 是連第一關都過不了的 就是你要適應那個地方那種 和香港截然不同的生活節奏 和那些生活的便捷程度 你看香港很便捷的 很多東西都很方便 有什麼事叫個師傅來 弄一下水喉 那些不用自己搞的 你去到外國根本呢 你叫人都沒有人來的 有時候是 那些生活壓力就更嚴重 就是如果 你現在在香港已經有 身體健康的問題 就是譬如 這位乙仔這樣 他本身已經有生活問題 和老公感情不好 你不要以為 移民的感情會好 沒有的 不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 只會越來越差的 老實講 不是開玩笑 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因為和老公感情不好 不如去外國試一下 那些感情問題 很多時候 長輩搞到我們有感情的問題 其實去到外國 他們就發現了沒有了長輩的影響 他們的感情問題更加嚴重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實際的情況 這個要講一講 就是卵巢健康的問題 雖然我不是女人 但是我這個搜集回來的資料 就要講完 講完我們就完結了這支節目 當然卵巢就是 在那個女性的盆腔裡面 子宮兩側 分泌女性激素的 就是痴激素和人激素 和少數的紅激素 會排出卵子 幫助人類孕育這個新生命 但是是女性特徵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 要講清楚 在一個女人的不同階段 她們的女性器官 不是器官 是性善 就會有變化的 就是在胎兒期的時候 已經是自主發育的過程 胎胎在6至8個星期的時候 原始生殖細胞就不斷分裂 數量就會增加 體積就會增大 在胎胎16個星期至6個月的時候 初級卵母細胞形成一些叫做子基卵胞的東西 這些就是一個女性的基本生殖單位 由出生開始 基卵胞大約有200萬個 隨著年齡的增長 多數卵胞會退化 到了青春期的時候 就會剩下30萬個 那青春期就是10至19歲 這個年齡階段 就是老下垂體的指令之下 那個卵巢就會增大 卵胞就開始發育 就有分泌痴激素 所以就會有女性的性徵出現 最初有這些姨媽的時候 就很多時候是不規律的 要5到7年左右 就周期性排輪 這個姨媽才會正常的 那青春期就有個問題了 這裡我就要講一講 中學大學的階段 學業的壓力減少戶外活動 導致肥胖有些人 有些人就會不肥 但是都是亞健康狀態 但是這些都會影響到生育肉功能 那就是月經稀發體驗為 或者閉經 但是這個是互為影響 就是當你那個卵巢有問題的時候 也都會導致一個女性肥的 那肥是一個問題 但是瘦也是一個問題 有些人為了追求骨感過度節食 濫用減肥藥 體重下降過快 也都會嚴重影響這個卵巢功能 而導致閉經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 就因為過度節食減肥 就出現這些問題 那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 恢復飲食 恢復體重 那自然呢 姨媽就會再回來找你的 那就是有得搞的 那就是如果是節食性的 是有得搞的 就是肥胖性的也可以搞 你可以減肥的嘛 其實是 跟身體這些肥胖的那些 其實是很小事的 就不是什麼病來的 是可以調節回 總之就是適當的運動 均衡的飲食 適當的心理疏度 放鬆一下心情 最重要是放鬆心情 是 健康一點 健康一點就可以了 那女人的生育期就是18歲開始 30年之後 這段時間就是女人最佳的生育時期 由18歲到48歲 大概30年左右 卵巢每個月都會做一顆卵子出來 兩邊 但是有個問題的就是 工作繁忙 整天熬夜 OT 接著就會變成失眠精神緊張 很容易激動 很容易抑鬱 很容易生氣 那就會有嚴重的精神病 那有些女性就會怎樣呢 會輸減壓力 不好的習慣就來了 其實有很多時候不好的習慣 就是因為有壓力 做什麼呢?第一件事 吃煙 現在女人吃煙是越來越多的 在亞洲地區是越來越多的 在我們這些地方都是 就是按比例來說 女人吃煙是多 那想吃煙之外再喝酒 這兩樣都是很麻煩的 會影響整個卵巢的功能 而且會影響卵子質量 流產不人 卵巢早需都是這樣完成的 那還有一部分的女性當然 就不避孕但是亂搞事 有了就人流或者弱流 那這兩樣東西都是會 對這個卵巢造成永久性的損害 那好了 到了更年期的時候 其實卵巢的功能就減退了 卵巢的數目就明顯減少了 那個體積就會縮回青春期之前的大小 那在這樣的情況 這個刺激素水平降低 女性就會潮熱、出汗、情緒不穩 抑鬱、煩躁等等 這樣的事情 這樣就會令到那個兒媽就不來的了 那完全不來的時候 就卵巢的功能就沒有了 就刺激素就不再放出來的了 那個生殖氣就會萎縮老化那些 那這個是一個女性的正常生理階段 其實是 就是大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曬多些太陽 吃多些有營養的蔬菜和水果 這樣對健康都有幫助的 那這個問題 在這個階段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機會就是生癌症 生癌症是很麻煩的 如果出現了變瘦、肚臟 這些症狀的時候已經末期了 所以一定要定時體檢 那定時體檢這件事就很重要的 所以就不要不去 沒事的就不理了 這些是要調節的 還有盡量保持心情愉快 就是這樣東西是難的 就是我們講話都盡量輕鬆些 令到大家聽起來都心情愉快些 不要那麼激動 雖然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有時候有些節目是激動些的 但是我其實覺得很不好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講得激動些的節目 就多些人聽的 講得搞笑些輕鬆些的節目 就少些人聽的 其實大家 每天面對平時生活 已經很困難的了 就是我們都是想大家 可以輕鬆些 舒服些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心情是 可以影響到 你那個身體的 那當然這一節就主要講 那個卵巢早衰的問題 如果最後提示 這個不是我的提示 是醫生的提示 就是如果聽著的網友不夠40 但是出現月經明顯減少 月經亂 甚至閉經的情況出現 有潮熱出汗 心煩健忘這些症狀的時候 那可能呢 就是卵巢功能減退 一定要去看醫生 是一定要的 還有大家記住 還有一件事 就是 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 就是如果你是有 太太的男士 在聽這個節目 對你的太太好些 就是因為女人 就承擔了人類 傳宗接待的很大的責任 他們的身體構造 也是因為這樣 會有一些不同的風險 所以大家是要 就是有時候 太太有時候 好像看上來的要求都好 沒有理會的 但是你千萬不要噴它 轉頭 就吞了它就算了 笑笑口就沒事了 但是不要殺熟狗頭 你殺熟狗頭 一樣是被人罵的 所以這個道 就要大家自己去拿捏了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講到這裡 其實大家都知道 要自己做些什麼 千萬不要去到 太太有問題的時候 你跟他看醫生 跟著說 喂 阿哥你要負責 醫生有時候會這樣說 阿哥你做得不夠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沒有意思了 是吧 好了 這次時間差不多 就是這樣 拜拜